近日,据媒体报道,中国的另外一款第五代战斗机,殲-31再次传来了重大喜讯,2.0版的已经接近测试尾声。 这个大喜讯,意味着殲-31再次获得了重大突破,以服役溜进一步,而由于这一飞机本身就是外销型号,让美军直呼,F-35这次在外销市场上碰到对手了。 而除此以外,五角大楼表示,殲-31可以被改装成剑载版,这一隐藏用途使其成为了F-35的市场上的竞争对手,值得对此担忧。 一直而言,哥进一直非常不堪好殲-31,因为这款战机与殲-20不同,是没有获得军方的认可的,而且还是沈飞自己筹集资金进行的。 所以即使研制出来,也要冒很大的风险。 后来,沈飞将这款战机的定位主打为对外销售,一旦成功,也能够快速换取外汇。 看来这一点就是瞄准F-35的潜在用户去的。 尖-31与F-35一样,都是属于五代中型战机,但在各方面性能上,尖-31却有着明显的优势。 虽然F-35发动机更为强劲,大由于机体过重,即使单台的推力足够,但在这款战机身上也显得捉襟见肘。 这也就导致F-35的机动性较为一般,而尖-31就没有这个顾虑。 虽然尖-31使用的发动机单台性能不如F-35,但中国采用了两台,这也就解决了这个弊端。 在出口问题上,由于F-35是美国牵头研制的,还有众多国家共同参与,所以美国会优先供应这些参与国,然后再考虑这些购买国。 而尖-31不同,完全是中国自主研制的,所以只要有需要,中国就能立即决定是否对其出口,在速度上就比F-35更快。 并且,并称中国武器的传统,尖-31作为五代机,依然也延伸了性价比高的特点。 这更是F-35无法比拟的。 在用途上,尖-31也打算开发剑载版本,这又与F-35一致了。 因为F-35也有舰载版的F-35C,如果美军继续加大F-35C的采购,让其成为下一代主力攻击机。 这也就加大了尖-31与F-35在海上交战的概率,凭借尖-31更为优秀的机动性。 所以作为舰载机方面,尖-31也能够完胜F-35。 也许有人会提问,为何成为舰载机的是尖-31而不是尖-20? 结合中国航母来看,尖-20的体型过大,很难在航母上起降与调度。 相反,尖-31体型就比较适合。 同时,尖-21一旦上舰,其中还将继续加大,这势必会增加航母负担。 尤其是这舰式拦阻所能不能承受就是问题。 最为关键的一点,尖-20过长的机体也导致降落过程容易尾部触地,损坏机体,所以尖-31相对而言更为合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订阅 Speechem看!